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兄弟联系说Linus配套视频 我是沈长老师 在题目上有我们新浪微博 还有我们兄弟联的官方论坛 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交流和沟通 本节课我们继续来讲第十一讲十二编程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字符节询 上节课我们学了基础政策表达式 从这里我们回顾了一条叫做graph JREP的命令 其实JREP的作用也同样是在文本当中提取字符状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字符节询命令 那除了graph之外呢 我们的字符节询命令还有这样一些 其实字符节询命令主要指的还是cut AWK和SAN 这个printf呢是awk当中所需要用到的一个命令 所以讲awk之前我需要先讲一下这个命令 但是它严格上来说它不算字符提取命令 那这三个字符提取命令 跟我们的graph有什么区别呢 那我们其实前段说过了 graph的作用是在字符在文件当中提取符合条件的行 那既然能提取行 那是不是就应该能提取列 谁来提取列 由cut黑awk字符命令来实现 那今天呢我们先来学习cut命令 它是字符提取命令 比如说一个字段一个字段提取 最终提取的是一个列 最终提取的是列 那cut命令本身不难 不难 那我们看看 那它的格式是这样的 cut选项加文件名 选项也很简单 -f指定我提取第几个列 -d手工来指定分割符 这个命令非常简单 它跟graph的区别是graph是提取符合条件的行 而cut是提取符合条件的列 那有行有列 最终我才能在文件当中提取出来 我符合我条件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字符帅 哎 这个啊 这两个graph和cut命令 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常见的结合使用方式 那这两个命令我们先看 先来看看 那要想讲cut命令之前 我准备了一个这样一个文档 用cut命令来操作这个文档 什么学生成绩表 里面有id号字段 有name字段 有性别字段 还有成绩字段 那这家伙有这么几个人 哎 里面 我 高楼峰老师 我们几个人 其实这个明哥的性别可能不太确定 我们都是慢 啊 其实是mail 那这里呢 哎 我的成绩单 哎 大家可以看到超哥的成绩最好 是吧 啊 那这个表格建立的时候 需要注意 这中间空的绝不能是空格 而是置表服 也就是推不见 如果空的是空格 会cut命令会不能正确提取 我们后面来解释是为什么 那为了节约时间 我事先把这个文件建好了 打开看看 好了 注意 这个两个空格之间 看 按一下 这个切换 就整个去过去 是置表服 不能是空格 啊 那怎么用呢 非常简单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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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指定提取第二个字段 后面写文件名 就这么简单 也就是说 提取 这一列 那回车 看 就会列出 第二列的名字 那要想提取多列呢 只要逗号分开 提取名字和成绩 就可以指定 提取它的这个 第几个例 cut命令 就这么简单 基本用法 cut命令还可以用 杠地的方式来指定 它的这个分割服 它默认时候的分割服 使用的是质表服 就跟我们这篇文档一样 是推不见 作为它的默认分割服 但是啊 比如说我们某些文件 比如说 HTC下的 PASSO 这个文件我们都知道 它是我们的用户信息文件 这个文件 是用 默号 作为分割服 那我能不能 用cut命令 截取符合条件的列呢 当然是可以的 只要看这样 看 cut 杠 D 指定 分割服 杠 F 指定 提取第一列 和我想提取用户名 和它的UID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然后后面写清楚 文件名就可以了 用这样的方式来提取 杠D 来指定分割服 杠F 来指定 提取的列 就会 只提取第一列 和第三列 而忽略 这些内容 那 cut命令就这么简单 那 它 在我们写程序当中 到底有什么作用 那 我们说 cut命令是需要跟 Graph命令 结合使用 才可以达到效果 比如说 我添加了一些系统用户 UZ UZ 我只是举例 所以我不设密码 UZ3 那我们打开 ETC下的PASWON 假设 我的服务器当中 我批量添加了 100个普通用户 那这个时候 我想 提取这个用户 所有普通用户的用户名 用来干嘛 批量删除 我想写一个事儿脚本 这个脚本我们后面会写 想干嘛 或者是批量添加100个用户 或者是我已经有了100个用户 我想批量把这个普通用户全部删掉 那要用脚本来实现的话 我最主要的这个目标 就是提取出来这个用户的名字 那怎么来完成这个 这个实验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啊 我们 看一下 ETC PASWON 它会列出整个PASWON的文件 然后呢 管道符 Graph 所有包含有并下的BSH的行 哎 我们说过 只有普通用户 它的登录sh 或者说登录权限是并下的BSH 所有的系统用户 它的登录权限都是S并下的 no login 所以 我可以通过提取 包含有并下BSH的行 而提取出来所有系统当中可以登录的用户 大家会发现 提取出来的入口用户 还有 UZ1用户 UZ2 UZ3 但是 我现在既然要批量删 那我就不能把入口用户给干掉 哎 入口用户删了 系统是不是就没有一个可用用户了 所以我还需要干嘛 Graph讲过取返 取返 在这个命令的结果里提取出来 不包含有入口的号 只要不含入口就列出 那这个时候回撤 你就会发现 这个命令的结果会排出入口 好了 现在我已经提取出来符合条件的行了 但是我的最终目的是要提取这个用户的用户名称 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再加管道夫 然后呢 用Cut 用-D 然后指定 莫靠作为分割符 -F 提取第一列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我就会提取出来符合条件的用户名称 然后呢 把这个命令的结果 付给变量 后面用循环的方式 一个一个删除这个用户 那这就是我们说Cut和Graph最主要的作用 就是什么 在我们给进的 文本当中 或者命令的输出结果当中 提取出来我需要的这个字状 当然Cut不能独立使用 一般情况下都是需要跟Graph通过管道夫的方式联合使用 诶 查看我的分区的使用状况 那这个时候我比如说我想写一个脚本 用这个脚本来判断跟分区的使用率 如果这个使用率超过80% 我的程序让他报线 告诉管理员 你的硬盘快占满了 需要你手中清除 这个程序非常有效 我每天让他自动执行一遍 如果有问题 他会马上告诉 保证我的硬盘不会占满 那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 合理的提取出来 这个百分之前面这个12 这样的话 通过判断他是否大于80 就可以实现我这个程序的这个功能 但是我如何提取这一行 那很简单 Graph是不是提取包含有跟分区的行 不能这样跟 为啥 看 其他的行列是不是也都有斜杠 那怎么办 事先判断出来 他是SD5 我们的这个跟分区是分在了SD5这个分区上 第一个 Skarting的第一个逻辑分区 那这个时候就会提取这一行 现在我要做的事情是 通过Cart数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第五列 提取出来第五列 那我们提一下 Cart 然后呢 -F 第五列 回撤 你会发现 他完全没有作用 把整个行原封不动输出 原因 他的这个分割幅不是KB 而是多个控制 不是我们的制表幅 而是控格 那 有人很聪明啊 那还不简单 刚计 指定分割幅是 控格 不就完了吗 那么试试 他提取出来的是空白行 为什么 Carting的啊 他是非常忠实的执行者 我说 我的控格幅是一个控格 他就会从这后面去说 这是第一个控格 所以这是第一列 这是第二个控格 这是第二列 这是第三个控格 第四列 第四个控格 这是第五列 所以他认为第五列是控格 所以提取出来的内容是控格 那有人说那简单了 你说这有几个控格 在这块控几个不就完了 哎 这不可能啊 这个东西我们说 命令的输出结果 其实他不是严格的 有可能这个时候是 我数出来是八个控格 咱里的机性啊 有可能就不是 所以 如果是用控格作为分格幅 Carting就不能识别了 他能识别的控格幅是什么 要不然就是制表幅 我们前面的这种 制表幅 要不然就是 有具体的 这个分格幅的 这个具体符号 比如说末号 逗号 句号 都是可以的 但是 如果是控格作为分格幅 Cart命令 就不能很好的使用 这是Cart命令 最大的一个问题 那 各位 那如果是控格作为分格幅 我们就需要利用 更加复杂的命令 也就是 我们待会要讲的 后面要讲的 AWK命令 来实现我的列提取 但是 AWK 远要比Cart 复杂 那超哥的建议是 如果Cart 能够实现 比如说 我提取的列 是用制表幅 用末号 用逗号 用句号 分格了 我就用Cart Cart更简单 但是如果Cart不能完成了 这种切割 比如说像 用控格作为分格幅的命令 这个时候 再去考虑AWK 当然 AWK的本身的功能也更强大 我们说 其实我们 说AWK的时候 都不说是AWK命令 而叫AWK编程 它里面可以实现流程控制 可以实现条件判断 甚至可以实现变量分制 那这个就是变成了一门独立的语言 所以使用起来可能会比较难 那还是这句话 如果Cart能够完成 尽量使用它 好了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讲了Cart命令的使用 Cart是进行列提取的 它的最主要的这个作用 是和Graph配合 提取出来 我需要或者说 我能用到的这样的相对应的字串 然后在我的程序当中是 那Cart命令非常简单 如果能够使用Cart 尽量还是使用Cart 这就是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Cart命令的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